到了孕晚期临际生产的时候,孕猫的心情可谓是又紧张又兴奋,开心的是终于可以和宝宝见面了,但紧张的是并不知道分年的前兆是什么。 其实到了分年的时候,一般只会出现剑风和破水这两种情况,既然是两种肯定会分个前后,肯定不不会一起来的。 那么到底是哪个在前比较好呢?今天咱们就来说说,正规医学上来说,临近生产时,剑剑虹还是先破水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,要是顺序不一样,还会对孕妈和宝宝有不同程度的影响。 要是在分娩前二的三天左右,因到处优伤量的血迹绵液流出就是剑虹,并且跟具体质不同,剑虹的时间长的也不一样。 接着,慢慢腹部就会传来疼痛感,最后才会破水生宝宝。 这就是正确的顺序,宝宝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留言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